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咪咪就在台上講了好幾次了 想說應該不會太緊張 沒想到講這個事實 還真的蠻緊張的 尤其是你在一開始的時候 一直提起我說 這個不可以Google 要發自內心 這讓我又更緊張了 不過我還是有Google啦 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 覺得他還蠻窄的 但是相處 就聊天然後相處之後就發現 他其實會記得很多小事 然後就是還蠻暖的 從我們決定要跟彼此真情告白 我就一直在想 到底要說些什麼 才能讓大家知道 你是一個有多好的人 但想來想去 覺得你的好 不是一句話就能說完的 自從遇到你之後 我經歷了從出生到現在 不做我會後悔的三件事 第一件不做我會後悔的事 就是當年我們在武漢 如果我沒有約你出去 我一定會後悔 如果那天我沒有堅持約你出來 沒有在飯店立下生死狀 跟你說我雖然現在外面下著大雨 但是我有傘想去哪裡都可以 我可以去找你 我那次其實沒有想去 因為我覺得雨很大 然後我就跟他說不然就是下次好了 就下次 因為他明天就要回台灣了 明天就回台灣了 然後我就想說下次再約出來就好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他有傘 就是可以去哪裡都可以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然後就跟他約出去吃了個飯 然後他隔天就回台灣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直在手機上聊天 我們下次見面的時候就在一起了 你也看到他就覺得 我靠著大陸有這麼漂亮的人 我不是大陸人好嗎 我知道他是台灣人 但是這麼漂亮 應該要好好把握一下才對 就咱們出來學習嘛 都是要帶點東西回家的 從大學到研究所 再到一起決定在哪裡生活 上遇到了好多挑戰和選擇 雖然你很木頭 是非常的木頭 但你卻做摸做了好多事 讓我感動可以包容你一切的木頭 也謝謝你每次在我需要做選擇的時候 不是幫我做決定 而是分析利弊給我聽 然後告訴我沒關係你都在 我覺得他是一個 我覺得我改變很多 對對對就是他是一個很可以教的男生 男生可能是你教 但是他不一定會聽你說 但是他會就是 覺得如果你說的對的話 然後他就會照著做 算他今天很忙 或是有很多事情 但他都是會想盡辦法 然後達到你想要的 他那時候診所剛開很忙 然後他就 坐了半夜的飛機 然後要來武漢 但是他都沒有跟任何人說 然後就我也找不到他 然後我就很緊張想說他去哪裡 那我就打電話給他爸媽 他跟我說他回家了 然後我就說他到家了嘛 他爸媽說都沒有 然後就大家都在找他 我就跟爸爸媽媽套好招呼 然後他隔天就到武漢找我 然後就待了大概四五個小時吧 然後就又回台灣了 那我就覺得還滿感動的 第二件不做我會後悔的就是 兩年前的那天 搭上桃園機場 那台倒數第三台的飛機 飛往武漢 想說我要直接出現在你宿舍樓下 給你一個大驚喜 再深深擁抱你以後 再轉身離開 我出發那時候還想說 這樣好像還滿帥的 但誰知道 我才剛飛香港轉機 這個驚喜就變戳破 在電話中 聽到你哭哭啼啼的找我 想說我怎麼不見了 在那時候 我其實就下定決心 只要我在你身邊 我絕對不讓你再哭了 你笑起來的時候 你任何人都還要可愛 我真的很不會畫畫 你應該猜得到我畫什麼 謝謝你忍受我的固執筆氣 然後吵玩家都會買一個包給我 讓我的包越來越多 跟他相處這麼久 我覺得就是在 有時候我們會一起上班嘛 雖然我是都在前面在看證 但常常就看到他在後面 期待忙在自己的事情 我覺得他做這件事情的時候都會 很認真負責 每次回家就看到他很放鬆的一面 跟等手完全不一樣 常常就在沙發上面就睡著了 所以說其實我手機上面 都是他睡著的照片 對我覺得他睡著的一個樣子 也是我心裡覺得是一個滿可愛的樣子 第三件不做我會後悔的事就是 我一定要把你娶回家 我們之間的相遇相愛 說給別人聽都感覺不可思議 自乎冥冥之中 老天就是要安排我們在一起 請讓我用我的一生去感謝你 疼你愛你 謝謝你願意回來陪我 因為你放棄了你在大陸那邊的生活 畢竟你從小就在那邊生活長大 這輩子我可能都沒辦法還你 也不可能沒辦法說 再讓你回去繼續當牙醫師 還是我覺得 至少將來可以過得很開心 如果真的將來台灣的診所會比較穩定了 隨時我都可以陪你回去 繼續你的牙科的夢想 就是我覺得 回來幫你本來就是我一直覺得想要的事情 會很苦喔 就是我覺得可能 就是放棄了一些東西 我覺得就會 得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未來的路也許會有很多曲折 但希望我們能夠無時無刻記得彼此的好 我會一直陪你 也會一直當你最棒的朋友 我愛你也謝謝你愛我 我愛你也謝謝你愛我 我愛你 對 感谢观看